想留住一个男人,但请不要这样 女人你若这样做,就算再想,也留不住一个男人的 一,不懂得对男人要慢慢来,慢慢吊着男人 一开始就对男人付出所有 对男人来说,哪怕你有成余落院,碧月修花子卯 太容易看穿,得到的女人也不会珍惜 二,不懂得做家务,矫情做态 两个人过日子,不接地气 刷个碗,怕弄脏衣服,做个饭,怕油烟熏着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不是找个老婆 回来替自己缝缝补补,喜喜设帅 就是找个公主来伺候,关键你不是公主 你给不了军马的地位和荣耀 三,动不动用死来威胁男人 女人不要因为用这种手段能掐住男人 男人可能会为了引起更严重的后果 一丝顿一退让,稳住你的情绪 但是从心底却开始疏远你 心却离你越来越远 四,为他付出一切,极力去讨好 爱是不需要讨好的 永远是对方志愿的付出,不是乞讨来的 与其去费力讨好男人 不如花时间提升自己 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 有句话说,男人多半是贱的 你对他太好,往往不会让他珍惜 所以对待男人 你只需要保持一个刚刚好的态度就可以了 五,卑微地求男人不要离开 男女吵架 如果是你的错,不要任性蛮横 要向男人低头道歉 但如果本身就是男人的错 女人就算在心胸大度 也不要对男人一忍再忍 你的容忍只会让男人得寸矜持 最后把你逼到墙角 让你无路可退 六,男人不爱你了 还找理由安慰自己 女人要知道你越是这样 男人越是不爱你 不如大大方方地离开 活出自我 你要相信一个好女人 是不会拆散别人的家庭的 放他和野女人混去吧 看他能过成什么样子 到时候他作到尽了 他自然会来找你 七,多疑 生活中见不得男人和其他女人 有任何来往 离心纵 婚姻中两个人要互相尊重 给彼此留有空间 不能让对方喘不过气来 本来就男人女人两种人 你不让男人和异性接触 那男人还怎么生活工作 等会儿 谢谢观看